算很好的朋友 因為我是外國人嘛 那剛剛來到台灣 所以很多事情好像 台灣的地方 然後台灣的美食 他都會去介紹 然後帶我去玩 然後就是 不管在工作上 他也是會一直指點我說 你應該要多念一些報紙 然後來改一改你自己 就是在台灣的口條這樣子 會啊 會煲湯 然後 也有 就是會去他家吃飯 這樣子 你會幫你保養嗎 保養 你會一起分享嗎 會啊 會一起分享 就是可能因為我 我常年都是在熱帶國家嘛 然後 在台灣 畢竟現在是冬天 他會說一定要說 保濕要做得很足這樣子 然後晚上睡覺 蓋多一點 沒有被 不會啊 謝章幹嘛幫我謝 我希望以後會有這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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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耶 沒有 我會啊 我常常會敷面膜 對 所以你本身就是 自己自己跳就很喜歡保養的人 對啊 自從那個自我放棄的階段過後呢 我覺得 保養自己 皮膚 是對自己一個尊重 也是對朋友 就是對外面的人 是一個尊重 然後有一個差的人 就是你的自己這樣 大概維持了大概有 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我整個人都快崩潰了 痘痘滿臉 痘痘滿臉 然後還要上 就是要化妝啊 然後蓋痘痘啊 每天出門都好像沒有什麼自信 這樣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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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一個比較愛漂亮的男生 然後 我最主要的一定是要把臉洗乾淨 然後保濕一定要做得很好 就是每天晚上應該都會敷那個 Sleeping Mask 就是 痘膜 痘膜 痘膜嗎 就是晚上 就是保濕的痘膜 對